男人一脸期待地看向空中 只见数条闪电在云层里快速穿梭 他感觉时机已到 随着哭吃一声巨响 数一枚冰雹便开始纷纷砸下 人们吓得抱头鼠窜 而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路边屋檐 求生的本能让人们赶忙躲避 男人也不想太快就领盒饭 于是立马躲进了店中 还引导群众靠里一点避免误伤 紧接着一位流浪汉也想躲进来 自私的人们直接表示拒绝 男人见状立马上前开门将老人拉了进来 由于片刻后男人只好躲进桌下 眼看冰雹雨越来越大 表示没有遮挡物他势必隐恨西北 在外奔跑的行人和送外卖的小哥 纷纷倒地一决不起 街上的建筑接连摧毁 硕大的冰雹不断下坠 惨叫声此起彼伏 能保住性命的人全靠运气 而倒霉的只能原地重开 所有的私家车在这场灾难下悉数进回 能笑出来的人都买了保险 有防疫足则静静地在家看着 仿佛灾难与他们无关 冰雹一路向北很快便来到克武林宫 在其巨大的威力下 美国建筑全部酷吃 英雄纪念碑永远成为历史 三小时后灾难才终于停止 而此时心有余悸的人们才纷纷走出来 本次的灾难让美国损失了六千亿 没有人知道这场冰雹究竟从何而来 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护好环境与地球和谐相处 争取让灾难不再发生